这应该是在中文世界中颇为敏感的一个词汇 想必绝大多数朋友都应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不过为了方便还不了解的朋友 这还是简单介绍两句 日本在古代一直使用中国的王朝名来称呼中国 像是隋国、糖国、宋国、民国、清国 但是在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中国就没有王朝了 再加上日本人把日本本州岛的西部地区称为中国 也就是中部地区的意思 所以为了避免歧义 日本就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 但是后来因为中日两国之间屡屡发生冲突 甚至爆发了两次战争 所以支那就开始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所以等到二战结束之后 驻日盟军司令部就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要求 对日语中支那一词的使用进行了调查 经过调查 驻日盟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得出结论 认为支那属于对中国的歧视用语 日本政府应该予以改善 所以日本政府就颁布法令停止使用支那一词 改成中国为9个苦 写成汉字就是中国 日本自己是纽红国苦 日本国中国是9个苦 中国国 这也使得日本成为了少数按照中文中中国一词的发音 去音译中国国名的国家 当然了中文中其实对很多国家的国名 也没有按照这个国家本身的语言去音译 比如德语中的奥地利是Estrace 希腊语中的希腊是Ellada 但是中文中是按照拉丁语去翻译了这两个国家的国名 至于支那这个词 其实最初也没有任何的贬义 比如清末和民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梁启超 就自称自己是支那少年 著名的左派文人文一多也在他的诗里写道 我是中国人 我是支那人 另一位左派文坛大佬柳亚子 曾经称赞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 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 是支那病士 梁列宁 甚至早在唐代 唐玄宗就曾经写过一首诗 提范书 鹤立蛇行 世未休 五天文字 鬼神仇 支那弟子 无言语 穿耳胡僧 笑点头 而支那这个词 其实正是源自于梵文中 对于中国的称呼 根据考证 这个名字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 秦朝 这个词在中文里也被翻译成是震弹 比如韩武纪物种大爆发之前的地质年代 埃迪卡拉纪 就曾经被称为是震弹剂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埃迪卡拉生物群被发现之前 前韩武纪化石出土最集中的 是中国华北的燕山地区 虽然日语中支那一词不再被使用了 但其实今天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称呼 无论是英语里的China 德语里的Xina 还是法语里的Xin 或者拉Xin 哦对了 还有奥地利语里的Kina 其实都来自于梵文中的震弹 除了这些震弹流之外 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只称呼中国的流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雄居于中国北方的俄罗斯 在俄语里中国被称为是Kita 类似的发音也存在于其他东斯拉夫语系的语言中 而这个名字直接翻译成中文 就是契丹 不过为中国挣下这份名号的 其实并不是大家更熟悉的 那个和北宋对峙百年的疗潮 而是之后占据中亚 威名远波西亚和东欧 但却罕见于中国史书的西疗 也就是穆斯林史记中提到的哈拉契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公元1122年 辽天作地宝达二年 宋徽宗宣河四年 金太祖天府六年 金军攻克了辽国的西京大东府 兵败的辽天作地耶律言喜 带着他的残兵败将 逃去了位于今天内蒙武川的驾山 从此是阴信全武 等消息传到了辽国武经之中 朔国仅存的南京西金府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就开始走压了 有的说天作地已经战死了 还有的说天作地已经被女真人俘虏了 然后南京成立的文武百官 就拥戴了天作地的唐书 南京留守 秦晋国王耶律纯为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北辽政权 之所以叫传说的北辽政权 是因为北辽这个名字 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命名惯例 无论是之前的东西两汉 东西两晋 还是之后的南北两宋 以及北辽南明 都是按照首都迁徙的方位来命名的 所以定都辽南京的耶律纯政权 按理说应该被称为是南辽才是 北辽这个称呼确实有些莫名其名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 北辽其实是北宋 对于整个辽朝的称呼 之后蒙古人主持编修辽史的时候 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才误把北辽 当成是专指耶律纯政权的一个称呼 天作地失踪耶律纯继位的消息 很快就被金国的盟友北宋知道了 当时的道军皇帝宋徽宗 已经派出了大太监同贯 指挥大军北伐辽国 想要一举夺夺战当年 让太宗皇帝煞雨而归的幽云十六州 然后当时的宋军将领们就认为 这幽州的绝大多数百姓都是汉人 那汉人理所当然应该心向宋朝 所以只要大宋军队旌旗所指 幽州百姓必然单死胡江 以迎王师 所以宋将杨可氏 没等宋朝主力大军抵达 就自作主张 帅领数千清级准备去燕京受降 结果却被两千弃丹骑兵击败 之后辽军增兵到了三万人 然后就主动渡过了辽宋戒河白沟河 十五万宋军因此大败 仓皇后撤 辽军一直追击到了熊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熊县 这才做吧 指挥这两次战斗的辽军统帅 就是辽国辽兴军节度使 北辽的太师 未来西辽政权的建立者 耶律大师 因为西辽所在的地方远离中原汉地 西辽的契丹人和汉人 也只是少数的贵族和上层官僚 主要的百姓还是当地的西域各族 再加上西辽最终亡于蒙古 那自然就免不了一场文化浩劫 所以虽然辽朝从太祖耶律阿宝基的孙伯开始 就开始取汉名了 但是西辽皇室却没能留下汉名 只有契丹名的汉语音译 所以耶律大师也会被记载为 是耶律达实 耶律达实 或者是耶律达西 这儿呢我们就按照辽史 称呼他为耶律达实 这也应该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汉语名字 耶律大师是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的八世孙 他的七世祖是辽太祖的庶子 耶律亚里果 这个其实之前聊辽朝历史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句 所以耶律大师并不属于比较著名的辽朝太祖系三只 而且耶律大师的这位七世祖 不仅是庶出 而且命运颇为坎坷 辽太祖神策六年 公元921年辽太祖亲自率军南征去攻打河东的晋王李存旭 也就是未来的后唐庄宗 结果契丹军队惨败 就连皇子耶律亚里果也成了晋军的俘虏 虽然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耶律亚里果的生族年份 不过根据他的三哥耶律李胡 出生于公元910年推算 耶律亚里果被俘的时候 最大不超过11岁 之后耶律亚里果就在太原度过了15年的时光 一直等到了辽太宗天险11年 公元936年 辽太宗应当时的河东戒渡使 大名鼎鼎的后晋儿皇帝石敬堂的邀请 亲自率领五万契丹大军南下 帮助石敬堂去对抗后唐 耶律亚里果这才终于被他这位二哥接回家 所以耶律亚里果一系在整个辽朝存在感极敌 他之后的武士子孙甚至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来 一直到了辽天作地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 恰好就在女真首领完颜阿古达建立金朝的这一年 这一年也正好是大辽国开科取士的科举之年 而这一刻的状元就是耶律大师 因此后来称帝的耶律大师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状元皇帝之一 作为太祖子孙又是状元爷 耶律大师离开汉林院之后 很快就被提拔到了辽兴军节度史的高位 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 因为契丹羽称呼汉林为林牙 所以耶律大师也会被称为是大师林牙 虽然说耶律大师的仕途是不断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这大辽朝的国运却是走到了山穷水赴遗乌路的境地 所以等到辽天作地接连兵派不知所踪的时候 耶律大师就和南院宰相李初恩 南京都统萧干一起拥戴辽天作地的唐叔耶律纯称帝即位 可是虚岁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耶律纯 实在是担不起这份重任 登基之后三个月就假忘了 然后北辽政权姚尊天作地的皇五子秦王耶律定为皇帝 然后战时由耶律纯的皇后萧德飞临朝称治 虽然说北宋的大军在强弩之末的齐南骑兵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但是对于宋战争的胜利 显然并不足以挽救北辽政权的内忧外患 先是李初恩密谋投降宋朝 事情败露被处死 然后金朝大军攻破居庸关直逼幽州城 于是耶律大师和肖干决定放弃游州跑路 可是放弃游州之后跑那去呢 两个人就开始有了分歧 肖干是西族的首领 这西族也是一个生活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 被认为和契丹同源同样出自于东湖 而且西族人也和契丹人一样 同样生活在辽河支流希腊木伦河流域 所以在整个辽朝西族同样被认为是国家古宫 地位仅次于契丹人 比较类似于后来元代的色木人和清代的蒙汉八旗 所以肖干身为西族首领 他就主张去西族故地西王府 可是耶律大师不同意 这谁老家还不受东北的呀 契丹和西族兴取于东北 可女真人那是兴取于更东北的东北 放弃幽州去希腊木伦河畔的西王府 那这不是迎着女真人去了吗 这也太作死了吧 更何况临近西王府的辽中京大定府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宁城 早就落到女真人手里了 而且这几个月里也陆陆续续 有新的更准确的消息传来 耶律大师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了 天作地其实既没有战死 也没有被俘 只是逃到加山去了 所以耶律大师就提出来 去找天作地 如今这大辽江山已经支离破碎了 不能再东一摊西岸了 必须要集合全部力量 这才可能击败女真人 最后两个人是各持几千 不欢而散 萧干带领他的部下返回西王府 八个月之后就败亡 而耶律大师带着萧都飞 还真找着了天作地 见到天作地之后 天作地也听说了 他们拥戴耶律纯的事情了 所以就要治他们的谋逆大罪 可是天作地没想到 耶律大师立刻就出言反驳 耶律大师说 陛下您统帅全国兵马 都没能剿灭女真人 最后放弃国都 逃到这么一个鬼都找不着的地方 以至于大辽军民是生灵涂炭 这大厦将清 南京留守的那点兵马 够干嘛的呀 臣等拥戴耶律纯 那是为了保存大辽的宗庙设计 耶律纯再怎么说 那也是太祖太宗的子孙 是兴宗张皇帝的亲儿子 陛下的唐叔 让他当皇帝 总好过向女真人屈膝投降吧 耶律大师这一番话 怼得天作地是无话可说 最后天作地只要下令 处死萧德菲 废耶律纯为庶人 除此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没事 然后耶律大师就继续在天作地 帐下领兵担任都统 之后天作地让耶律大师带兵去收复凤圣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着陆 结果也是耶律大师点呗 遇上了女真名将 完颜楼屎的那军 耶律大师全军覆没 自己也成了女真人的俘虏 不过之后 耶律大师不仅自己从金营里顺利逃脱 而且沿途还组织起了一只兵马 重新投奔天作地 天作地见到耶律大师带兵来归 十分高兴 再加上这时候 辽朝的附属国阴山市委 也派兵前来逐阵 一直是屡战屡败的天作地 突然间就自信心报王 决定御驾亲征 率军去收复南京和西京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和山西大陆 耶律大师是苦苦劝谏 希望天作地能稍安勿躁 继续养精蓄锐 继续力量 可是天作地就是不听 也是耶律大师自己心虚 他总担心天作地还没忘了 他当初拥戴耶律纯的罪责 如今他和天作地的想法 又严重冲突 所以耶律大师就特别担心 天作地会对自己下手 最终耶律大师杀死了 北院枢密士萧以轩 带着八十个家人和亲信 以及他们的随从 一共两百多人逃离了天作地 可是如今这大聊天下 大半都早就落到了女真人的手里 离开了天作地 耶律大师又能去哪呢 这个还得请您静待下回分解 我再次见 我再次见